性感女打翻男友促谈 我是不想让你被别人看 要与取证男子俱穷 我查你了吗 我已经不都没有你了 请债压身 恐惧男忏悔求解脱 我只是想祈求男人原谅我 商人太深 毁过诚意遭质疑 你这就是一个过气一人的垂死挣扎 新闻采访学当中 或者是电视访谈学当中 有讲过主持人不能带有自己立场的吗 大声说出来 事过简压 精彩马上呈现 这里是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友 谢谢大家的掌声 事货紧压 情感沟通 欢迎收到我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龙友 在节目一开始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 著名的教育专家志玲老师 媒体评论人余佛红老师 百合网 首席情感专家周小黄小姐 欢迎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 他到底要给我们倾诉 怎样的情感 要向我们表达 他怎样的内心世界 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很多人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 觉得我很幸福 你好有艳福呀 你每天多享受啊 但是如果真的 你有这样一个女朋友 你会发现 反正我现在是越来越受不了了 拜托 那是艺术好不好 那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又没有干什么事情 小宇的女友琪琪是个平面模特儿 两人相恋三年 不过期间因为受工作的影响 琪琪在生活中总是性感撩人 风情万种 非常吸引陌生男性的目光 这让男友小宇愈发的不满 你说那些照片到底是给谁看的 给那些色眯眯的老男人看 他说这是艺术 但是你生活中不必要穿成那样 每天浓妆艳抹的上街 他就是觉得 就是所有的人的眼光 必须都得看着他 他就希望全世界的男人的目光 都要盯着他看 他心里面才舒服 我穿性感一点怎么了 我现在不穿 我什么时候穿呀 我等我老的时候再穿吗 我穿给谁看呀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人生古短必须性感 你说他老家是扬州的 一个江南水乡的小姑娘 怎么就没有沾染上 那种端庄的 淑女的这种形象 为什么每天要打扮成那样 去出门呢 我就这样 我欲解范儿怎么了 你第一天认识我 你现在跟我谈恋爱 才这么长时间了 你想要改造我 不可能 我就这样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你的男朋友 你可不可以也顾及一下 我的感受 看来确实内心有压力 原因就是女朋友太漂亮 而且越发的性感 让她没有了安全感 我们掌声有起 我们的倾诉人小鱼 欢迎 小鱼 你好 您是江南人吗 我不是江南人 我老家是山西的 你长得真壮 我是健身教练 对 健身教练 对对对 我以前是扔钱球的 可是体育没能改变 你现在心里的压力 没错 跟我们说说看 现在最大的压力 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最大的压力呢 就是我的女朋友 和性感 平常出去的 都会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我会心里很不舒服 有很多男人会看她 然后也有很多男人 会跟她搭讪 然后到现在呢 就是我越管她 她越变本加厉 穿得越来越暴露 而且回来的也很晚 甚至到现在说 我的这种行为 影响到她的工作了 就拍这个VCR的时候 当时这个编导 摄像他们都过去以后 就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 她这是把她唯一的 仅有的几件 比较保守的衣服穿出来 已经很保守了 对 所以你们俩经常 为她着装的问题 或者追求性感的 这种服饰的问题 开始闹别扭 对 没错 那我可以把她请上来 好的 好 我们掌声欢迎 小语的女朋友琪琪 欢迎你 你好 来 两边 我没心思做这期节目了 谢谢 这应该是一期很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节目 可是他们俩却在 为这个问题而闹矛盾 闹到什么地步了 琪琪 刚跟我吵了一架 刚刚 嗯 你说进眼摩室之前吗 对啊 对啥事呢 衣服啊 你今天穿得挺好啊 对啊 我这身是她选的吗 你选的 嗯 干嘛给人家选 这么保守一件衣服 我带了一件衣服 她不让我穿 我觉得是已经不保守了吧 你 你还想穿到什么样子呢 今天这身衣服 就是把我都裹起来了 特不舒服是吧 对 她常年就不穿裤子 到冬天都是这个短裙 冷不冷啊 对 我也在说她冷不冷 会不会感冒 我不冷 我甚至会关心她 但是她觉得她不冷 是不是里头 我当然不忍 不是 哎 我穿的袜子很厚 不是 你那厚袜子都能看到血管了 你怎么可能厚呢 啊 冬天啊 对啊 她穿得很薄 我也是人我会 我也不是每天都那么穿 比如说今天 我要出去的时候 可能说我要接一个活动 那今天这个活动 它不可能 它场内是有那个暖气的 那然后我裹一个大的羽绒服 可能我不太喜欢 把它裹得特别严实 但是我衣服穿好了 我想到那边一脱 我就可以直接上好了 那也没有必要穿裙子嘛 你也可以到了再换不是吗 我懒 行吗 不是 她是担心你着凉 我不冷 我贴着暖宝呢 我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这个保暖的问题啊 她就是觉得我在家里边 那样就是随随便便的 出门我画得很好看 心里嫉妒呗 你怎么这样呢 我是不想让你被别人看 你知道容易 有坏人盯上你知道吗 有你在我身边 哪个坏人敢怎么样 可是很多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啊 安全感无法如以随形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她喝多了 我就是回来以后 在她手机里面看到一条短信 很暧昧地就问她说 那你干嘛呀 你那个纹身在哪儿纹呢 这个纹身的位置很重要 是不是 是不是遇到坏人了 那你朋友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也只不过是认识 后来我再也没有理她了 你朋友约你出去玩 你不去 然后人家约上我了 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去 特别不给人家面子 也是不给你一张脸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又怎么样呢 我带着我姐妹一起去的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的 我又不是单刀附会 那么多人一起去玩 然后大家玩得开心了一点 然后喝得多了一点 那天我穿的是衬衫 一个紧身的衬衫 然后穿了一个短裤 然后喝多了以后 大家玩游戏 就跳舞啊 玩得开心了一点 那扣子可能崩开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这就是问题了呀 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穿 那么暴露的话 暴露吗 我穿的是衬衫 你不穿那样的衣服的话 你不穿那么紧身的话 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对吗 不是我本来觉得 我介入这个话题 我有点尴尬 但是我又真的很想 那个纹身的部位 我刚问你们俩谁合适呢 你可能也不太合适 所以但别人知道了 我承认那次是我错 我不小心 但是不是说 我没喝多的情况下 我没玩疯的情况下 我故意 那是我原则性的问题 但是是一不小心 这还只是一次 这还只是一次 他发给你短信了 那没有给你发短信 我理他了吗 看到了吗 我理他了吗 我没理他吧 这是你喝醉的时候 我看到了是吗 你醒来以后 我直接问你了 然后呢 对呀理不理他 那你肯定不会理了 对吗 这种情况肯定不会理了 但是我不知道的情况 你说咱们每次出去 是不是基本上都会有人 来问你要电话号码 只要我一走开 你太小心眼了 你太小心眼了 我只要一走开 是不是就有人 问你要电话号码 那你不觉得很光荣吗 你女朋友在大马路上 被所有人能看着 然后觉得她很美 但她不属于别人 属于你啊 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她担心的是 这个江 我干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我什么也没干过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我干过什么了 我最多就是穿的 稍微漏了一点走出去 但是我很开心 你被别人用赞美的眼神 看你女朋友 你不开心吗 她们真的是赞美的眼神吗 你真的觉得 那是赞美的眼神吗 我现在觉得 她越来越小心眼了 这么说吧 我想追根溯源一下 你们俩 现在三年了 刚才你说了一下 是吧 对呀 那么三年前 你依然是你 你原来也是 从更年轻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着装 喜欢这样打扮 我三年前就这样穿 对 我从来没变过 好 那么也是在三年前 你看到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孩 对 你愿意追求她 然后你们俩在一起 可是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矛盾 我可以因为这个爱上她 其他人也会因为这个爱上她 但我没有爱上别人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以后 我希望她会有所改变 把这些东西收敛一些 你知道我什么个性 我最讨厌人家要改变我 你要是想把我变成什么样 你一开始就去找那样的人 但我们是情侣 我觉得既然作为情侣 你就应该有责任 为对方做一些事情是吗 那我今天不是为了 你就穿成这样了吗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在外面 我还穿成这样上一个节目的 我想听听 余老师啊 您怎么看 其实今天最可怜的是我 我做着中枪 我一上来 小雨就说 这一切都是我们老男人惹的货 你这个依据在哪里 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确实认为 你的女朋友上了街 回头率很高 我们这些老男人可能流着口水 但我告诉你有时候 就像荣耀老师说的 我们有时候就赏心悦目 你要搞起一个点 你就解脱了 是你女朋友去搭讪人家 还是人家来搭讪你女朋友 如果你女朋友没有去搭讪人家 说明你们女朋友的心 完全在你这里 一个健身教练长得比我亏乌 这一点自信都没有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您能代表所有的男人吗 男人确实有时候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看到志玲老师和小鹏老师 长得这么漂亮 穿得这么 感觉好 我有时候确实有一种意念 但是想想而已 哪怕我说 去搭讪她 她理不理我 是她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 我告诉你 鲜花它是不会随便 溅到牛粪就差的 这边你要有自信 我想问余老师一下 假设 这是你未来的儿媳妇 她穿得比这个孩暴露 到你家来了 您什么感觉 她先进卫生间 没有 这是第二步 第一步 我肯定先看一眼 我喜欢实话实说 然后 我跟儿子穿 儿子你们忙 我先回避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 但是里面我会赞叹 我这个儿子真有眼光 我非常支持小雨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 你比如说在梯台上露背 或者你在拍片子的时候 穿比基尼 我觉得纯工作的场合 应该没有问题 那种时候我是不会管她的 我不会管她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一起去跟朋友吃顿饭 你也穿成这种弹胸露背的衣服 这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合适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琪琪 其实她是因为在乎你 如果这男的觉得你穿得越暴露越好 最好就都走光 我看着才爽了 那是拿你当回事吗 我觉得那是一种透窥的心理 而且尤其你要提防这种老男人 她巴不得你穿得越少越好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 她那根本就不是赞美 她那是挑逗 你要完全分清这两种东西 小语你有想过 你去为她改变你的观念吗 可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在其他方面跟她妥协 去照顾她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她并没有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但她做了一些事情 让我很不痛快了 比如 她会翻我的手机 她觉得就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话 会有一点暧昧 说真话 我们现在发短期都是亲爱的呀 都是这样发的对吧 都很正常 然后我跟我爸还亲呢 我说亲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 跟你爸怎么能跟其他男人一样呢 不是 我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口头禅 亲不代表说是亲爱的了 而是一个称呼而已 他就会把那个手机拿过来 跟人家冒充我 跟人家发短信 你就那么跟演戏似的 我都 不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我也是男人啊 看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在大自动工作的 我觉得太过分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孩 我很少去查你吧 我不查你吧 我查你了吗 我就没有做出过这种事情 我做了吗 我什么也没做 可是我做出这种事情 是因为你之前做了很多了 你有很多这种短信 那种暧昧的短信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竟然拿着我的手机 跟别人冒充我 发一些特别暧昧的话 然后套取别人 觉得对我的那个 钓鱼直返 可是你不给我安全感 我怎么办呢 但是你去做了 我没有安全感 可是小宇 安全感不是别人给他的 是你自己能不能给你自己 你如果用一些挑逗性的语言 去给他的朋友 用他的名义 发这种短信的话 相当于是你在挑逗别人 那别人难免回一些短信 你并不能说 别人就是真的对他有好感 但是我都想说说琪琪 你有没有想过 小宇这么一个粗犷豪放的男士 都被逼着 做出这种谍战戏了 是不是也事出有因呢 如果之前 你不是那样的 去吸引很多男士 给你发来一些暧昧的短信 或者是有一些挑逗性的语言 他会无缘无故这么做吗 他还不是爱你吗 即便他犯了错误 就算这事 小宇你错了 给你两巴掌 那难道你没有任何的原因和责任吗 说真的 我给你讲讲夫妻之间 关于手机的问题吧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手机 没有密码 没有什么 我也没有 随便看 我也没有 我从来不会 因为没有 我甚至鼓励他 我说你看 随便看 因为我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的秘密 怕什么呢 我也没有秘密 我的手机也是 他可以随便翻的 但是你不要冒充我 去跟别人 发那样的短信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李老师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为什么 就算他看到我的手机 他也不会打过去 也不会冒充我 来跟别人沟通 因为士林 士林老师跟我的女朋友 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我从来 没有任何 需要他起疑的地方 没错 而且是的 我虽然从来不穿得很暴露 但是也有个别人 是吧 他对我有一些企图心 我是怎么做的 当时我收到了 这样暧昧的短信 我是当着我老公 立刻回电话过去 以后你不要再发 这样的短信了 什么亲来亲去的 不好意思 咱们只是普通同学 如果以后你再这么干 普通同学都做不成 啪 挂了 所以今天 这就是我的态度 这是我最爱的人 我一生最重要的人 他对我的关怀 他对我的一点点的小束缚 与他对我的爱相比 就是微不足道的 为他而改变 是我对爱情的一个表达 谢谢郑明 谢谢郑明 怎么讲呢 反正 我知道可能有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短信 你会不痛快 你会不舒服 就是我作为你来讲的话 我看到了我也会那样 但是我的坦然就在于 我没有把这些东西 当成一个我的隐私 或者是秘密 不能跟你讲 我会把它放在那 你想看你就看呗 但是你做的有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你伤害到我了 我才会说我会变本加厉 我这个人就这样 我就这个个性 你有难过 你也可以说大声说出来 没有 没有开始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之后的后续 如果一开始 我们就能好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今天 也不用站在这儿丢人现眼 也没有 也没有 我就说出心里话 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开始 肯接受我的意见的话 或者说慢慢地妥协 如果你答应我 甚至说你慢慢地去改变 小鱼我纠正你一点 到这里来并不是丢人现眼 你大声说出来以后 你的心灵会轻松很多 有一点 你们心中都有爱 我想问琪琪 难道你自己就是 你怎么会去处理这种短信 我会不理 我会不理 但是如果这个人发的太多太多了 过分了让我觉得厌恶了 那我也会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情 你这样的人有几个呢 你这种态度干嘛 小语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 虽然我一直在 我觉得你现在在侮辱我 我的接受度不高吗 我觉得 我跟他说过 这样的衣服我都能接受 我那么真诚地在跟你说话 你现在跟我说话的这个样子 让我觉得你很不屑我 小语 今天你过分了 这里 你看你女朋友已经在反思了 我们和他这样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也在批评他 他都可以跟我们交流 可以去改变 这时候你真的 你不要火上交友 好 我们的倾诉人 他是小语 他的来了大声说出来的困惑诉求是 我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那么支持小语 请举牌 那我想先听一下 刚才没举牌 也就是支持琪琪的 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应该 分开一段时间看一下 因为 这个观点很吸引 因为我觉得 小语已经被一辰阴影给蒙蔽了 他已经不能在 欣赏琪琪的美 琪琪的性感 然后我就觉得 你应该去找一个更加支持你 宽容你 包容你的一个男生 小姑娘 福气不后全靠挑拨 现在我在想 来这儿是解决问题 不是强化矛盾 所有人听听看 知灵老师 国宏老师和小红老师 你们为他们两位年轻人 处理好爱情的问题 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希望小语给琪琪一点时间 慢慢地来转变自己 比如说可能这个裙子的长度 咱们五公分五公分地加长 也许呢 这个转变的过程 就大家都能够舒适一些 不管怎么样 我能够看到你们之间 深深的爱情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只是每个人要往中间走一步 那么小语 有一句话我想和你说 今天重庆下雨 如果说今天在大声说出来的现场 你说和女朋友分手的话 那很有可能在重庆卫视的门口 有一大批的男人撑着雨伞 保安在维持着次序 在等着尽你的旗期 如果你们真的未来想走在一起 要进入婚姻 要有自己的孩子的话 可能现在穿衣服 正好暴露出你们两个之间 沟通和性格的矛盾 以此时作为一个基点 开始去融合你们两个的性格 这个时候我们嘉宾呢 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相信小语和琪琪这个时候呢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认识和 更新地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 我们先请小语呢 思考一下待会儿你怎么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请琪琪呢 到我们的密室当中稍事休息 好吧 好 谢谢 好的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叫心里话 大声说 来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 给我们的小语 多一些鼓励和掌声 琪琪 我们已经认详练的观众 我真的变了很多 因为你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一部分 每一天 每一天 每过一天我都会更加地爱你一些 然后 每多一份爱我就会多一份敏感 因为我很在乎你 因为我很在乎你 我 虽然我以前很在乎这些东西 很在乎别的男人看着的眼光 也不代表我今后不在乎 但是我真的不能和你分开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 我会努力让自己更有自信 让自己做一个像我的身体一样健康的男儿 我会给你你需要的安全感 我也会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我爱你 蛮感人的一幕啊 所以 在我们的密室当中的琪琪 你还愿意 和我们的小雨继续牵手人生吗 你会为小雨做一些可以的改变吗 我们一起来期待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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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看到志玲老师哭 我怎么也想哭呢 我觉得特别为两个年轻人感动 其实一个人做大幅度的转变 真的我觉得太不人性化了 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点 就是两个人都往中间走了一步 她把尺度稍微放得大一点 她把尺度稍微放得小一点 两个人就特别合适 非常感谢小宇和琪琪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说出他们的心声 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位青苏人 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声 什么样的压力 想要和我们分享呢 欢迎他 接下来即将呈现 请债压身 孔雀男畅悔求解脱 我只是想祈求他原谅我 商人太深 悔过诚意遭质疑 你这就是一个过气一人的垂死挣扎 新闻采访学当中 或者是电视访谈学当中 有讲过主持人 不能带有自己立场的吗 大声说出来 事过减压 精彩继续 这两年 我一直被往事折磨 从来都没有心安过 也再没有心动过 我想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 王放 201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因跳的一声 华丽柔美的孔雀舞 而被管之 男板杨丽萍 其在艺术上的出色才华 不仅为他赢得了众多掌声 也迎来了同校学妹 雨婷的亲目与爱恋 但自视甚高的王放 却对其不屑一顾 甚至多次奚落取笑 时隔至今 王放懊悔起当初的幼稚无知 决定从上海来到重庆 以当面求得雨婷的原谅 也许忏悔是我唯一的救赎 我们男嘉宾的诉求是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但是希望能够亲耳听到 听到你亲口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如愿以偿呢 我们先请到我们这位倾诉人 有请王放 24岁 辽宁 别礼我 欢迎 欢迎 您是不是才参加完我是歌手 不是 正好您说反了 我不是唱歌的 不是唱歌 您是学什么的呀 我学的专业是船舶 船舶 对 船舶工艺 海洋系 海洋 那造航空母舰的事就归你们 这个不能乱说 我基本上不负责造船这一块 那你干什么呢 海洋有很多其他的 很广的方面 那你觉得那段往事成为你到现在都放不下的一个坎儿 一直成了一个心结 你想亲耳听到他亲口说出他可以原谅你的话 是吗 我只是想祈求他来原谅我 但是他能不能原谅我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毕业了之后我一直试图的联系他 他都不理我 好 我们有请我们王芳所提到的这位姑娘 掌声欢迎 我编导跟我讲你有一个名字非常好听 但我希望它就是你的真名 雨婷 肯定不是啊 那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你就叫这个名字就行了 就叫雨婷啊 对 我没得罪你吧 你旁边这个男的真的很近呢 我还好吧 我的意思是既然来到大声说出来的舞台 我们可以掩抹自己的真名 我也就用雨婷这样的名字称呼你 好 但是我相信也希望交流是真诚的 是坦诚的 甭管这节咱能打开不能打开 说出来试试看好吧 好 我们俩已经大概差不多两年没见了 就真的就一面都没见过 对 他变了吗 我觉得就是那种豁然一新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他变化大吗 我现在真的不想看他 我注意到刚才上场的时候 脑袋还特别朝里头扭了一下 就不愿意见这个人是吧 而且他刚刚说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吧 其实他是说谎 他在两年中应该是不停地骚扰我 你们俩的人生 不管回想起来那是美好还是不爽 人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交集的 应该是在我看着他跳舞吧 在学校晚会上 你大几啊那是 那时候才进学校没多久 特崇拜这男生 那时候觉得一个男孩子 他怎么可以跳舞跳这么好看 像女孩子一样漂亮 就像可能好像跳这么好看的一个男孩子 如果是自己男朋友应该会怎么样 就很想接近他吧 但是心里蹦蹦跳啊 我觉得啊 毛泛 我要是你 当时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来追求我啊 我那时候不漂亮 对 他那时候还 别谦虚 我真想抱一下 他那个时候 我今天见到他第一眼 就是觉得 天哪 就变得这么漂亮了 然后当时也真是觉得 女大十八变真的是 hold住啊 hold住啊 我有一张雨婷 那个读大二的时候的照片 给大家展示一下 吓坏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 那时候128斤 多少斤来着 128 哇 小肥妹啊 对 但是有这么好的一机会啊 你就没抓住 我现在也是突然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啊 在大学里面 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能相互之间 对彼此有好感 真的非常难得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 不要再犯我这些错误 然后抓住自己 属于自己的那份缘分 你应该回校大 搞一个主题演讲 名字叫《我的忏悔录》 真的 主持人他太假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说就搞得 自己好像在赎罪一样 大三的时候吧 我忽然之间想通了 觉得自己跟他关系还不错 身边也有几个朋友知道我喜欢他 然后在旁边喜后 是一次文艺演出之后聚餐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接了喝几杯酒 然后我就在说 我说以后我可以嫁给你吗 当时他 他说我娶你还不如去 娶一藤补猪 接着说 我就很尴尬嘛 因为我本来就用那个开玩笑的口吻说出去的 然后一直用那种不屑的眼神看我 嗯 那我从此和这个男生恩断义绝 也没有 但是挺傻的 那一次之后 那一次去 不是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我问你 当时到底怎么想的 你吃错药了呀 当时可能还 我觉得就可能是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当时可能也是想欲请故纵一下 没你这么傻的 这是最伤你心的一事是吧 不只能 哎呦 庆祝难输得多哦 其实现在挺傻的 我就竞选他那个社团的一个部长嘛 嗯 因为我本身觉得自己人缘还不错 然后朋友挺多的 我就特别信心满满的 然后上去就竞选演讲 当时结果我才开一个头 他在下面大笑 嘲讽我 他他当时是这个社团的什么身份呢 团长啊 对啊 他就说你这样子怎么可能 弄得我就是在那个社团混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只有退了 你是有病吧当时啊 嗯 这些话真的是第一次听他 他就是这么坦白的都说出来 你曾经这么做过 你不知道人家会这么想 当时自己可能 没有那么坏的目的和动机 但是却真的造成了 给他很大的伤害 你本来是想捉弄一下这个女孩 就是有一次也在网上 就是大家在议论他 有没有尽交其他的男朋友啊 或者是跟哪个男生走的比较近呢 然后我也就跟着在人人网上那种留言 嗯 然后转发转发转发 最后可能就转发到他面前 然后被他看到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对 当时看的是什么心情啊 李丁 其实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是他做的 然后最开始一直以为自己人缘特别好 嗯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觉得好像身边的人 特别讨厌我的一段时间 嗯 走在那学校的路上 都没有人肯跟我一起回请示 没有人肯跟我一起去那个食堂吃饭 没有人肯跟我一起上课 他们觉得跟我在一块特别丢脸 他们就觉得我就是一个那个笑话 然后后来就不想出门了 然后也不想出请示 然后就不想去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 嗯 然后当时还好就很快就大肆找工作嘛 就回应用回重庆的 然后之后有什么同学会啊什么的都没参加了 我说你知道吗 他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到了这儿 我就觉得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因为本来吧 我就不像他这样喜欢 就让别人议论自己的私生活吧 然后他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 然后说要跟我说清楚 然后让给我道歉 其实这只是他自以为的事而已 其实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就很早以前的事了 我就根本就不想再寄到他 你现在有你本来的生活 对我生活的特别好 我现在过的特别好 甚至我现在还有男朋友 嗯 所以说我不想让他打搅我的生活 真的 不会 其实你男朋友看来这些节目 他会更爱你 而且你绝别真的 如果像你以前的同学 在看到这个事情的话 他会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可笑 雨天 首先纠正一下 你不是笑话 你是笑话 我们可以想见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考上了名校 而且又加上重新女孩的性格 嗯 我想当年的交大校园里这些男生的坐怀大乱 如果我在的话 我就很幸运追你 由于他当时的这样的一种 困境 身份 导致他的不可一世 青春狂放 不得了了 你看 你喜欢我算什么 我理解你此时此刻 伤心伤到透了 因为那时候你是 香烟爱上了火柴 从此注定被伤害 我并不是说你长得像火柴 但你当年为什么这么做 这不是不成熟的问题啊 你当年这样做的话 就是一个没教养的问题 雨天 他这两年来不停地在干扰着你的生活 对 骚扰我的生活 是怎么在骚扰你的生活呢 他就不停地在出现 我最开始是微博 然后后来呢 对 你说他在微博上给你留言 对 被我们朋友看到 你可以把它拉黑吗 我就禁止他那个陌生人评论 他就不能再评论呢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搞到了我电话号码 然后而且 当时电话号码我还不能换 他最开始就不停地在发短信 然后打电话 他短信会给你说什么呢 说得特别善情 搞得他自己好像特别穷摇那种 那个痴星啊什么的 让我看起来觉得特别尴尬 他的短信是向你忏悔道歉 他其实最开始并没有忏悔道歉 他其实最开始 有点像那种追求那种感觉 好像想跟你在开始什么 你还想我吗 对 最初的短信是在追求你 就还有那种很赠念的感觉 觉得我还对他念念不忘 他当初给你发那种短信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复的呢 我最开始根本就不回复 后来发多了之后 我觉得不能这么样子 然后我又给他回过一个电话 专门给他打过去 他也被我挂了 他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很忙 其实这两年来 他都一直在自恋地认为 你还爱着他 对对他还很自恋 然后呢我就把他弄了一个 就是把他给拉黑了嘛 然后他发短信 然后电话我都不能到我手机上 清静的稍微亲近一点 像他说的那种骚扰也好 我觉得其实 我很客观地说 这比当时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感觉是有点夸张了 当然也可能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其实就像一个舞蹈作品也好 不同的人眼里看到的是不同的 而且不同的人对他的理解 对他的感受也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承认他可以就是感受到的 确实是那种很不堪其烦 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我还是要承认 就是先说明一点 我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坏 起码我的动机没有那么样 说实话我倒真挺觉得 他的这种做法会影响雨婷的生活 真的 当年他伤害雨婷 是为了显得自己有面子 然后呢捉弄雨婷 是为了自己内心得意 现在你来忏悔 还是为了给自己当年一个说法 你为他考虑了吗 什么造谣说的那些很难听的话 这些东西如果没人知道 也就翻过这一页 人家现在早就开始新生活了 但你非得把人家揪到这来 非得在全国人民面前 表达出你现在是多么的清洁 我现在是多么的无邪 我终于成熟了 我要忏悔 你还是为了你自己打主意 其实让我不说很简单 我也上过很多节目 如果不说的话很容易 我就装哑的 你们说什么都OK 然后我也轻松 但是如果变成所有的人 都有不同的观点 然后向你去发问 然后你还能坚持 你自己当初的初衷 这个我觉得蛮难的 对于你这么一个文艺范儿的人来说 这种炒作对你的发展非常好 会提高你的知名度 提升你的影响力 这位老师他说 我可能就是今天把雨婷请到这来 是为了炒作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很清楚的就是我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而且这个对不起他的这些事情如果曝光出来对我来说影响都是不利的 那么我还能够把它继续放到这个公众的平台上 让全国观众都看到 我当年在爱情上是多么的不成熟 我多么的没有那个爱情的道德也好 那这样本身就是证明我自己 也对于他的一个 那个忏悔的一个诚恳的和真实的程度 我完全没有解释的 他是想让大家看他做错了让他现在在忏悔 他并不是专门来求得我的原谅的 相对于我这是一个不警儿 我觉得没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是想为了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 你等一下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来的 我倒觉得你今天来的很对 你至少面对他了 让他知道你过得很好 你过得很开心 这样他至少第一个会心安 第二个 你至少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有在场的学弟学妹们能看到一点 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 都会有一段很痛苦的回忆 但你在坚强地面对 你能让所有人知道 每个人在坚强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 他能把他人生活得更精彩 而有一点 你如果总是背对着他 不想面对他 不想看到他 反而会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你还是不想去回首 你要用这段阴霾来影响你未来的人生 这不是我们想帮到的 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觉得现在需要帮助的 最需要帮助的并不是雨婷 而是你 首先你刚才说 我不是炒作自己 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这就是一个过气一人的垂死挣扎 现在你想靠你的才艺 再走向当年的辉煌 万人瞩目 那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你只好靠一些炒绯闻的方式 来博取大家的眼球 而且你自己说这个消息对我是不利的 我告诉你 不利的东西是传播的戾气 这叫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你在媒体圈混了这么多年 这点小事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别在我们面前装无辜了 你如果真想求得他的原谅 真想让他过得好 你能选择的事情 就是从他生活里彻底地蒸发 对 消失真的要消失掉 我想说两句 我真的不想再听你说 我想说三个方面 我只跟你说一个方面 不算我只跟你说一个方面 所有的人都炮轰我 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炮轰你吗 因为你真的做的事情很贱 那现在我自己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 这位老师 刚才就是听他的那些说话 我觉得可能 他用了很多 就是明显是一个人在心里面 对另一个人有偏见 这样的词去形容 当然我现在不谈这个 第一点就是他说 他还是那个观点 是我今天在借着这个 来炒作我自己 然后他的前提是 因为我已经没法用舞蹈 单纯地去感动大家 但是我想这一点解释的是 他说的根本都不对 第一点就是 我今天来到这 我不是为了跳舞的 我不是说我炒作一下 然后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跳舞的什么什么 我来到这 最唯一的单纯的目的 就是为了向他表示忏悔 然后第二点 现在其实我觉得 那位老师说的特别对 是因为所有你内心的不甘和恨 他的前提都是因为你还在乎 如果我压根都不在乎了 就像很多明星或者公众人物 你们怎么评论我 我打断一下 我打断一下王上 他在乎的是那个感觉 那么你们还能对我的任何事情 造成任何的影响吗 我打断一下 他在乎的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那个感觉 他那段往事没有过去 我希望他能走出来 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没有跟你对话 因为我觉得 你是说所有人对你炮轰 你都可以不在乎 你都可以坚持你的想法 那是因为你根本听不进去 别人真的在对你说什么 而且你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想说点话了 其实小伙子 我真正的想说一句 你真想道歉吗 你如果真心来道歉的 那你就不应该 对所有人给你提的意见 每个都兵来降挡 水来吐烟 对 你认真听大家的意见了吗 不 这个说的对 你也就会倾听 他真的没有听 你是来道歉的 那么就修正我过去 年轻岁月当中 不懂事不成熟 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是希望未来走得更好 哪怕是因为我曾经心爱的女孩 你听我讲 你还在犯错 我曾经希望 我会希望我曾经爱过的女孩 她未来生活得更好 尽管是和除我之外的 另外一个男人 那也是我成熟的表现 你希望把她拉近到你的 你的话语当中 亲爱的 你还想我吗 不 OK 我已经对我过去道歉了 我们在一起 还有希望吗 你跟男朋友说 我跟你 有必要吗 真的没有 小伙子 你如果是这样 你以后还会跌跟斗 真的一点都没变很自我 你是我见过的 很有个性的主持人 因为在其他的台 或者其他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的立场是 中立的central 中立的 主持人的观点 和主持人的执着也是 我要把这个东西 不加带我任何 自己附加的观点 在里面的去呈现给观众 至于怎么样 你是觉得所有人 都应该站在你这边吗 这个判断是由观众来 我想我有这个权利 你们发现了吗 你不要管我作为主持人 有没有什么立场 哪一本书 新闻采访学当中 或者是电视访谈学当中 有讲过主持人 不能带有自己立场的吗 那他是目的 所以王范 我觉得我跟你往日无缘 近视无仇 为什么今天我会有 这样的情绪 其实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 来反思一个问题 我们俩相识不到一个小时 我为什么用一个词 来形容对你的感受 讨厌 没有原因吗 编导没有给我灌输 任何关于王范的 我需要持主观态度的 任何意见 真的 其实王范 我还是很同情 你此时此刻的遭遇的 真的 我虽然可能说话比较狠 但是我是希望 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并且改变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你要学会 听懂别人在讲什么 对 而并不是选择你想听的话 所以这就是他说的 你很自我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假如说今天你是抱着 非常真诚的态度 来这里做道歉的话 那你今天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你所有的伪装全部卸掉 所有的对自己的关注 全部卸掉 完完全全 真真诚真 站在雨停的面前 你就去给他做一番道歉 而道歉只有三个字 不用太多的语言 好 我们进入 鼓掌 鼓掌 来 我想现场我们的观众 我们来举牌 因为今天的主倾诉人是王放 他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 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请求对方原谅的这么一个机会 说出自己的忏悔 那么我们认可他 接受他 我们支持他吗 支持他的帮 现场的观众 请举牌 有一位女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放 去到我们的大声台上 心里话大声说 来 请雨停去到密室当中 来 我们一掌声欢送王放 我想歇一会儿 我想歇一会儿 来 小伙子豁达一点 没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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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别有气啊 在我的这个电视圈 叫什么娱乐圈的一个小圈 就是这么东西南北走过来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就是说这个节目的 这个走向我控制不了的 那当然 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 就是在整个这个主持的 或者是在现场的 我跟周立波就是都对话过两次 我觉得周立波是一个 反应非常快的 而且非常强势 比我强势得多得多的人 但是我跟他都可以说 像什么谈笑风声那种 听了吧 龙庸老师比周立波错到早 另外 重庆卫视很公正 三个嘉宾 没有一个是重庆 听了吧 对于刚才我对您的不敬 我也是深深地表示惬意 因为我是个急性无畏人 您们以前就知道 好的 接下来这个环节 叫心里话大声说 不管今天 我们的倾诉人 王放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惑 甚至心中可能有些委屈 或者你还是怀揣着 来到重庆 来到大声说出来的舞台上 想要对你曾经的亲爱的姑娘 说上一句对不起 请求你原谅的话 现在是时候了 所以真诚地去 说出这样的话 看能不能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回应 好吧 来 我们给王放掌声 我今天不管雨婷心里怎么想我 但是我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重庆 然后来到雨婷的家乡 你要知道我的心 其实是很正诚的 不管能不能得到她的原谅 我还是真诚地想向她说一声道歉 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重庆 是希望能够让 她曾经心爱的姑娘雨婷 能够接受她 对曾经过世的一种忏悔 那么雨婷能原谅她吗 到底会怎样呢 我们准备倒数 5 4 3 2 1 5 4 3 2 1 刚才雨婷看到了 也听到了王放的很多表白 你现在心里怎么想 就大学的时候那些 不懂事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如果你真的就 希望我就是原谅你 你需要这四个字的话 让我原谅你 你可以好好地去生活 我祝福你 对你做过的一些 真的是很真心伤害到你的事 我也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其实老片是很公平的 然后我还是要真心地 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我再啰嗦一句 其实我并不像你所认为的 那么面目可正 但是实际在我们吉林亚 分别的时候 我是希望你 认认真真地去听一首歌 认认真真地去听 这首歌里所饱含的深情 这首歌里所怀望到的 我们曾经的青春 这首歌是汪峰的 你是我曾经心爱的姑娘 好好去听 轮灯的河流 将生命中的一切 悄悄带走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重庆卫视